本期给你介绍的这本书叫《百年孤独》 这本书可谓大名鼎鼎 很多人即使没有读过 肯定也曾经听说过 《百年孤独》的作者是哥伦比亚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而且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公布 总会有人举出另外一些名字 认为他们更应该获奖 另一位知名作家 韩素因却说过 马尔克斯是唯一没有争议的获奖者 但是在读者这里 《百年孤独》的口碑却是两极的 有人认为这本书非常好看 也有人认为根本读不下去 我个人认为 读不下去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本书的写法 跟大家常读的小说完全不同 这本书里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故事 没有主角 甚至也说不上有主题 在这本书里是一个故事将要结束 马上另一个故事开启 同时平行着又会有故事 嵌套故事 每个故事都有主角 每个主角都有丰满的人格 人物与人物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更别提还有马尔克斯喜欢用的长句子 以及魔幻现实的风格 在本期的解读里 我会先简要介绍一下作者马尔克斯 以及这本书写作的过程 然后我会借书中的几个典型人物 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最后呢 我会通过几个关键词帮助你深入理解 百年孤独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马尔克斯是谁 他在什么情况下写出百年孤独这本书 没有哪个作家一开始就是个作家 仅靠写作就能养活自己 很多作家都是原本人生另有计划 但是受到召唤成为作家 马尔克斯出过一本自传 自传一开头写的就是 他告诉母亲 他不会按照家里人的规划 在大学学完法律 然后当一名律师 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他想要当一名作家 作为跳板 他先进入了新闻行业 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首都当记者 后来还被报纸派到欧洲去做驻外记者 不过和很多想转型为作家的记者一样 马尔克斯面对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穷 马尔克斯后来曾经开玩笑说 百年孤独出版之后 他拥有了很多朋友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曾经穷到在巴黎的垃圾桶里找吃的 第二个问题是 他认为新闻工作在消耗他 但他又没有办法马上获得文学上的成功 有一天马尔克斯晚上回家 妻子告诉他 家里已经没有钱买食物了 因此也没有办法给当时两岁的儿子买牛奶喝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是 马尔克斯抱着儿子坐下来 很认真地跟他解释 为什么今天没有牛奶喝了 他跟儿子发誓 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马尔克斯的传记作者这样描写当时马尔克斯的心情 就算他自己习惯挨饿 家里的妻小也要吃饭 对文学他咬牙准备说再见 不过很快马尔克斯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 这个人叫卡门巴尔赛斯 他在1962年成了马尔克斯的文学经纪人 不要小看这个女人 卡门可以说是整个西班牙语文学世界最著名的文学经纪人 卡门开始张罗着出版马尔克斯的小说 还把马尔克斯过去写的一些作品 卖给了纽约的出版社 尽管当时他的作品连出母语版都很难 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我查了一下 有一个说法是全球卖了超过5000万册 这样一本书对一个作家的意义 不仅仅是让他实现了财务自由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更大的意义是 写出这样一本书 可以说是一个作家毕生的追求 而且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 我曾经听到过中国作家于华的一个评价 大意是当年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 集中出现了一群才华横溢的作家 包括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 秘鲁的略萨 墨西哥的福恩特斯 阿根廷的科塔萨尔 古巴的卡彭提尔等大师级的人物 而马尔克斯之所以在这么多的大师中 也显得卓尔不群 就是因为他写出了百年孤独 后来百年孤独的写作过程已经被神话化 按照公开的说法 在一次开车带着家人从墨西哥回家的路上 没走多远 不知从何而来 小说的第一个句子出现在他的脑海 在这个句子之后 虽然看不见 但很明白的是整部小说仿佛从天庭 直接聆听书写下载而来 强而有力 如魔法般无可抗拒 最终写完百年孤独时 是一个上午的十一点 马尔克斯回忆 当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打电话想告诉朋友 可是又找不到人 接下来 他陷入一种多年忙于做一件事 但突然做完之后的迷惑之中 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这时 看到一只蓝色的猫走进房间 马尔克斯心想 嗯 可能这本书能卖的好 之后再给朋友门多萨写的信里 马尔克斯说 这么多年来 我像畜生一样工作 每天累得像条狗 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只知道自己喜欢小说 但也知道 写小说 没办法养活自己 你看 即使是创造者本人 也不清楚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 即使刚刚完成一部注定大受欢迎 而且会成为经典的作品 作家也仍然处在高度的自我怀疑之中 回到百年孤独 对这本书有很多解读 其中一种解读 把它同哥伦比亚 以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局势联系在一起 当然 这种解读不是没有道理 拉丁美洲的那段历史 确实充满了让人唏嘘的故事 它跟殖民统治 推翻殖民统治之后的独裁政权 以及贸易全球化后 所谓的新殖民联系在一起 但是如果仅仅以这个视角来看待百年孤独 还是把这本书看得小了 百年孤独之所以成为一本全球畅销书 在文学已经不在主流的年代 掀起一阵阅读狂潮 跟它具有超越了某个民族 某个国家的共性有关 著名文学评论家布鲁姆就说过 百年孤独不是关于某个国家的人的故事 而是关于整个人类的故事 马尔克斯自己也曾经在回应批评时说过 有人认为他小说中写的一些情节过于荒诞 比如书里的一个姑娘 在天台上晒衣服时飞上了天 但是他却经常能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信 那些从来没有去过哥伦比亚的人 会惊叹的跟他说 你书里面写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我身边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我们在开头讲过 这本书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从头到尾的故事 也没有一个主角 如果一定要概括 那么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家族期待人的兴衰 其中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有自己完整的形象和故事情节 可以说是随着时间线推移 主角轮流等 在这部小说里 作家设定的时间框架是百年 不是精准的一百年 而是指一个家族完成一个兴衰周期的时间长度 与百年这个时间框架对应 小说也设定了一个空间框架 小说中的所有故事全都发生在一个叫马孔多的小镇上 借用现在流行的漫威宇宙的说法 马尔克斯创造出了一个马孔多宇宙 小说的主要出场人物是一个家族 叫布恩迪亚家族 马孔多这个地方由布恩迪亚家族开创 同时伴随着最后一个家族成员的死亡 肖王 这个家族期待人的命运 就是这本书要讲的故事 在小说里 这个家族的命运其实早已经被写好 书里出现过一位吉普赛人魔法师 这位魔法师跟这个家族交情很深 他留下了一册羊皮卷 羊皮卷上明明白白记载了这个家族的历史 只不过拿到了羊皮卷 家族成员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因为羊皮卷是用梵文写的 需要破解 家族的成员中 当然有人对这个羊皮卷感兴趣 家族第六代的一位男性 就用了相当长时间来破译这个羊皮卷 不过破解出来也没什么用 因为破解羊皮卷的过程 和家族命运的进程是同步的 羊皮卷上记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 没有办法挽回 下面我会挑选几个家族人物来试着 串起这个家族的故事 我会用开拓者 诠释者 纵欲者 和沉思者来概括他们 这四种人格在家族的成员中交替出现 我挑选出的这四个人 只是家族里表现出的最典型的而已 羊皮卷上有一句话 概括了这个家族的命运 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 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 家族的第一个人就是开拓者 他是马孔多的创建者 开拓者娶了自己的一位表亲 这就带来了一个恐惧 那就是近亲结婚 据说会生下一个有猪尾巴的孩子 在此之前 他们家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情况 近亲结婚 真就生出了一个长猪尾巴的儿子 这个长着猪尾巴的人终生独身 因为不愿意让任何女性看到他的尾巴 后来一个做屠夫的朋友 帮他砍掉了尾巴 结果他因为失血过多死掉了 结婚之后 因为害怕历史重演 开拓者和他的妻子 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开拓者热衷于斗鸡 而且成绩很好 这可能也是为了发泄多余的精力 但是转折就在斗鸡比赛里发生了 有一天他在斗鸡比赛里赢过了对手 却被对手嘲笑 说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男人 在那方面不行 开拓者很生气 他拿长矛在决斗里捅破对方喉咙 杀了对手 接下来为了不被嘲笑 哪怕会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 他还是跟妻子发生了关系 但是死者的鬼魂却找上了这个家庭 他每个晚上都很痛苦的在这个家里走来走去 找清水要洗干净自己喉咙的伤口 开拓者的妻子很体贴 还在家里摆了各种盛满清水的容器 但最后开拓者再也受不了了 于是决定离开原来住的村子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永远不回来 这才创建了马孔多 后来他们非常庆幸 自己生下来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非常健康 准确的说都没有诸位吧 开拓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他把各家房屋的位置安排得津津有条 对所有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探索 比如他曾经试图用放大镜来制造武器 还曾经研究过炼金术 他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吉普赛魔术师的好朋友 但是在他生命的后半段 开拓者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对他来说 时间已经静止 每天都是星期一 为了打破这种静止 他抽出门栓 准备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倒个稀巴烂 没有办法 儿子只能向邻居求助 用了几十个人才把他按倒在地上 捆到了院子里的一棵树上 他开始讲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能够跟死人交代 但却认不出来家里的人 为了防止他再发疯 从此他就一直被捆在树上 头上搭了凉棚 饭点有人来送东西给他吃 直到死去 权势者是家族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是 多年以后 面对行刑队 奥雷里亚诺 布文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 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奥雷里亚诺上校就是那个权势者 上校是革命军的领导者 他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战争 一度甚至有可能推翻政府 成为执政者 下面我们就用上校来称呼权势者 上校是家族中成就最高的人 按照马尔科斯的叙述 上校发动过32场武装起义 逃过14次暗杀73次伏击和一次枪决 他只受过一次伤 原因是自杀未遂 上校在年轻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为什么要发动起义 原因是他看到了政府在投票中的欺骗行为 尽管他的岳父是政府官员 但是他讨厌反对派的滥杀无辜 开始时 他甚至表现出了对权力的梳理 表现是 他本可以用任何头衔称呼自己 但坚持要大家称自己为上校 不过权力还是没有放过上校 权势者本人被权势改变 在这个传奇军人不断逼近权力巅峰的过程中 马尔科斯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来表明权力对他的影响 比如他最亲密的战友感觉到战争的虚无 在跟他例行发电报谈话时敲下了一行字 奥雷利亚诺 马恐多 在下雨上校沉默了一会儿 回复说别犯混了八月下雨很正常他忽略掉自己的革命同僚向他传递来的情绪而他本来是极度敏感的一个人 在上校军旅生涯的高峰期 马尔科斯写道 他的命令总是在发布之前 甚至早在他动念之前就已被执行 而且总会执行的超出他事先感想的范围 他大权独揽却在孤独中陷入迷途 开始失去方向 被占领市政中人们的欢呼令他厌恶 因为他们也曾向他的敌人们发出同样的欢呼 当上校决定要枪毙自己惺惺相惜的对手时 他说不是我要枪毙你是革命要枪毙你 他的对手回嘴说 见鬼去吧老兄 然后说了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我担心的是你那么憎恨军人 跟他们斗了那么久 琢磨了他们那么久 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 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 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与此同时 上校厌倦了战事无常 深陷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恶性循环中 总在原地打转 只不过一次比一次越发老迈 越发衰朽 越发不知道为何而战 如何而战 要战到何时 是失败拯救了他 把他从这个原地打转的战争里拉了出来 上校最终决定结束战争 跟政府议和 而且他也下定决心 要放弃所有的权力和荣耀 他拒绝总统授勋给他 也不参加政府表彰他的活动 有人批评他是为了钱 同政府议和 但是他的自杀未遂 又让这些批评全部消散 他在公众中获得极高声望 不过 上校拒绝在抛头露面 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余生之中 他都待在父亲留下的炼金实验室里 把黄金铸造成小金鱼 开始的时候还拿出去卖 再把换回来的黄金铸成小金鱼 后来做完之后就直接重新融化 周而复始这个过程 直到死去 家族第三代有一个小型的权势者 在上校出门远征 到全国各地打游击的时候 这个小权势者就成为了马孔多的统治者 小权势者变成了人人讨厌的独裁者 最后的结局是被政府军枪杀 家族的第三代是过渡的一代 他们是父辈成就的牺牲品 政府因为担心上校 对他的后代进行了报复 所以家族第三代男性 全都死于非命 纵欲者是家族第四代的一个代表人物 纵欲者是双胞胎之一 年轻的时候 他的双胞胎兄弟是一个花花公子 他跟踪自己的兄弟 发现了兄弟的一个情人 这个情人在开始时 错把纵欲者当成了他的兄弟 后来则爱上了纵欲者 变成了纵欲者的情人 他的这位情人拥有一种魔力 就是可以让包括奶牛在内的家畜飞快繁衍 开始的时候 他们养兔子 结果只用了一个晚上 院子里就生满了兔子 然后用兔子换来一头奶牛 结果两个月后 奶牛生了三胞胎 奶牛不断再生奶牛 根本就不用人怎么管 纵欲者就这样发达了起来 富到什么程度呢 书里面提到一个细节 有一天早上 纵欲者心血来潮 拿起一箱钱和一罐酱糊 哼着歌 把自己家的大房子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都贴满了钱 然后他宣布 我希望从今往后 这个家里再没有人跟我提钱的事 纵欲者并没有娶自己的情人 他娶的是另一个女人 一个马孔多小镇之外的女人 这个女人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 从小就被当做女王培养 他被人带到了小镇 参加狂欢节的游行 因为自己的美貌 成为狂欢节上的玄美女王 纵欲者也是在这个时候 一眼爱上了他 但是 纵欲者虽然娶了女王 却仍然觉得跟情人在一起 生活更舒服 他先是白天都在情人家度过 后来索性连晚上也不回家 只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 才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 纵欲者大肆挥霍举行宴会 每天11点都有一辆货车 给他运来香槟和白蓝地 从车站取酒回家的路上 他见到人 只要高兴 不管认识不认识 都会邀请对方来参加宴会狂欢 反正不断繁衍的牲畜 给他带来取之不尽的财产 他的宴会吸引了整个地区的游手 好险者和贪吃的人 他自己也很贪吃 他会在家里举办吃东西大赛 最后胜利的人往往是他 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不过讽刺的是 纵欲者最后却是饿死的 在马孔多下了四年十一个月 零两天的大雨之后 家畜纷纷死掉 他的情人也失去了 让牲口繁衍的能力 他就这样开始变穷 他的嗓子生了病 就好像有一双大钳子 饿住了咽喉一样 不要说吃东西 呼吸说话都困难 从纵欲者这一代开始 家族的命运开始由胜转衰 纵欲者有一个女儿 他爱上了一个工人 但是母亲 也就是纵欲者的妻子 认为门不当户不对 不能接受 这个故事很凄美 工人每次出现时 都有一群黄色蝴蝶在附近 他会在晚上 从屋顶溜进浴室和爱人优惠 母亲发现之后 跟镇长说 家里出现了偷鸡贼 请镇长安排了士兵在院子里 并且嘱咐 如果看到有人在房顶就开枪 这位工人被枪打中 终生行动不便 但余生对自己的爱情闭口不提 就让人把他当成偷鸡贼看待 纵欲者的女儿 则被送到母亲年轻时候待过的修道院 在那里孤独终老 只有一个私生子被送回来 可以说 这一对情侣在短暂的激情之后 此后都生活在漫长的孤独中 这个私生子就是陈思者 陈思者是家族第六代的唯一一位男性 也是最终破解了吉普赛魔术师留下的 记载了家族命运的羊皮卷的人 陈思者年轻的时候被囚禁在家里 不允许外出 因为他的奶奶担心被人发现私生子的存在 很讽刺的是 权势者也就是上校 发起战争的目的之一 就是争取私生子的合法权利 而且这个家族此前对私生子都是坦然接受的 不过 陈思者倒也不寂寞 魔术师的鬼魂会跟他交谈 告诉他家族的往事 还知道他如何去破解羊皮卷 后来当家族的人一个个死去 没人再管他 陈思者就经常离开家 到小镇上的书店去看书 寻找那些能够帮助他破解羊皮卷的参考书 陈思者更像是一个学者 也像是魔术师的传人 但是他没有摆脱家族的宿命 总会爱上不该爱上的人 当家族第五代的一位女性 也就是陈思者的姨妈 从欧洲回到马孔多小镇时 她的命运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 就开始走向终结 陈思者爱上了自己的姨妈 开拓者和妻子担心的诅咒终于发生了 家族的第五代女性和第六代男性之间 产生了爱情并且结合 然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有一条猪尾巴 然后母亲死于产后 失血过多 父亲由于悲痛 走出家去找自己的朋友 疏于照顾婴儿 婴儿被一群蚂蚁给拖了出来 给吃掉了 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 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 羊皮卷上所有的话都应验了 陈思者回到家在巨大的悲痛里重新拿起羊皮卷 发现自己经历的就是羊皮卷上写的 于是他继续破译想要知道接下来的命运 不过在陈思者破译完羊皮卷之后 马孔多和这个家族的命运不但在纸上全部揭晓 在现实中也走向了尾声 一场圣经中才有的飓风 把马孔多这个小镇从地球上彻底给抹掉了 到这里书里的四个典型人物形象 也就是开拓者 诠释者 纵欲者和陈思者就介绍完了 当然 我提到的这四种形象 仅仅是马尔科斯塑造的丰富人物中的一部分 我们之前也说过 开拓 权势 纵欲 陈思 这四种特征在家族期待人身上 其实是不断重复出现的 甚至有所交叉的 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重复 或者用中国人喜欢说的词就是轮回 重复这一点 从家族成员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 很多人看百年孤独 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就是 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谁 谁跟谁又是什么关系 书里面的名字如果是全名 往往会很长 比如家族第一代的族长 何塞 阿尔卡迪奥 布文迪亚 而且很多名字会反复出现 明明是不同代的不同人 却有相同的名字 因为家族给后代取名字时 会从长辈的名字中挑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前面 尽量避免提到人名 不过 你不用为这个事情困扰 在早期的百年孤独版本里 作家本人也搞混过 弄错了人物之间的辈分关系 因此下面要提到的这些名字 你也不用刻意去记住 在家族所有名字里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三个 阿尔卡迪奥 奥雷里亚诺和雷梅代思 这三个名字也代表着人物的鲜明特征 凡是叫阿尔卡迪奥的都属于外向型人格 往往鲁莽而强壮 做事不考虑后果 都有纵欲者的倾向 叫奥雷里亚诺的都属于内向型 偏好思考 享受独处 性格容易抑郁 身上都有沉思者的特征 叫雷梅代思的都是爵士大美女 名字代表着命运 一方面代表着叫这个名字的人的命运 另一方面代表着整个家族在重复中向前推进 用书里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家族的历史不过是一系列无可改变的重复 若不是车轴在进程中必不可免的磨损 这旋转的车轮将永远滚动下去 书里面的人物其实也有这种自觉 并且也会下意识的去反抗这种命定的安排 比如第四代的一对双胞胎 也就是纵欲者和他的兄弟 名字正是阿尔卡蒂奥和奥雷里亚诺 小的时候 这两个小家伙会刻意表演他们的相似 比如两个人吃饭 一个人会故意模仿 看起来就是像一个人对着镜子吃饭 他们两个人也会恶作剧般互换身份 以此来作弄长辈 后来大家怀疑 在这种互换身份的过程里 他俩自己也分不清楚 自己究竟是阿尔卡蒂奥还是奥雷里亚诺 一个证据就是 阿尔卡蒂奥表现得越发忧郁 而奥雷里亚诺却越长越活泼 这明显就是搞混了 再或者是他们有意想要突破这个名字 带给自己的命运的禁锢 再比如家族第五代的一位女性 离开马孔多去欧洲留学 她曾经和自己当时的未婚夫 说起来自己的家族 她喜欢马孔多 愿意跟丈夫在那里终老一生 但是生下来的两个儿子 绝对不能再叫奥雷里亚诺 以及阿尔卡蒂奥 生下来的女儿也绝对不能再叫 雷梅黛斯 你看 她也想要摆脱家族这种轮回的命运 但是 她还是逃脱不了 已经写好的命运 回到马孔多之后 她同一个叫奥雷里亚诺的家族成员 陷入了爱情 这个奥雷里亚诺 就是陈思主 他们生下了家族的最后一人 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 理解这部小说的另外两个关键词 是权力和爱情 权力和爱情 其实是马尔科斯作品中 两个永恒的主题 他擅长写权力和爱情对人的改变 人会为爱吃米 也会为权力吃米 后果都是惊人的 百年孤独漫长的七代人历史 其实就是权力和爱情的不断重复 这里的权力 有时是像权势者那样直接的军事权力 有时是家族内部组长的权力 权力造就权势者 造就组长 造就小独裁者 这里的爱情 有时是古典意义上对爱情的追逐 有时则表现为欲望的满足 它造就了纵欲者 也让陈思者走向灭亡 他们不断重复回想 直到家族命运走向终结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基本讲完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首先 百年孤独让马尔科斯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作家 以及为诺贝尔讲增光的任务 其次 百年孤独讲述的是在一个叫马孔多的地方 一个家族七代人从开拓到消亡的历史 我用四个人物 开拓者 权势者 纵欲者 和陈思者来给你串起这个家族的新王室 最后 我提供给你理解这本书的三个关键词 重复 权力 和爱情 马尔科斯 钟情语写权力和爱情对人的改变 这两个主题贯穿百年孤独 家族七代人的命运中有不变的重复 不过 这种重复 何尝不是人性对权力和爱的回应的不变 这也是为什么 评论家会说 马尔科斯写的不是某个民族的故事 写的是整个人类的故事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